这绝对是接下来将会爆火全网的网游动漫 其火爆程度直逼当年的刀剑神域 香格里拉边境 烂作猎手向着神作游戏发起挑战 讲述的是游戏意识无敌 拥有顶级操作的超级游戏玩家男主 确实喜欢玩一些市面上的烂作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他接触到了最近火爆全网的神作 于是开始疯狂开荒 本作最大的特色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们真的是在玩往 虽然也有全服都没遇到的稀有任务被主角触发的 这种离谱机 但是开挂的程度却是把握的特别好 没有一上来就龙傲天无敌 而是依靠着男主超强的游戏经验慢慢成长 各种boss战和玩家间的战斗都非常的刺激 能让人身临其境 仿佛真的是自己在玩往的 在一声兴奋的尖叫声中 男主终于通关了奋作妖精 在当今的年代 使用沉浸式的VR玩游戏已经是现在的主流 而在如今少量的神作之下 充斥着各种各样跟不上日益进步的影像技术的游戏 这种作品被人们称为奋作 世间会有一些人满心欢喜地去游玩被常人所厌恶的奋作 我们的男主便是其中之一 被称为奋作猎人的他 在通关了奋作妖精后 打算去寻找下一部游戏 与此同时 在小镇的某处便利店中 一名少女走了进来 店员小姐姐一下子就猜到了对方的来意 是想要偶遇男主 不过男主今天可没来 他现在或许正在挑战一部超级大奋作 可女孩却一脸慌张 红着脸说自己只是来看游戏的 可是到如今他也已经瞒不过店员了 这种事情早已经被他看穿了 店员不禁感叹 恋爱中的少女真是美好 男主这次游玩的是一个名为妖精的奋作 是一部超级难通关的游戏 已经算是传说级的奋作了 友军的恋爱都是一些废物 敌方还总是用一些不讲理的方式来进攻 还有一堆奇怪的伴 一些技术不太好的玩家 连第一个boss都通关不了 气得把VR机器都砸了 随后店员询问小玲 他最近在玩的那部游戏怎么样 就在这时 没想到男主竟然来到了店里 准备来找他的下一部份作 店员小姐姐转头一看 发现小玲已经害羞的跑掉了 于是询问男主之前的那部分妖精体验感怎么样 男主给出的答案自然是愤得不得了 至于里面最愤的就是那个女主 简直就是一个奇葩 旅途中遇到的纠纷基本上都是他引起的 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他还经常弄死村民或者伙伴 而他会做的事就是抱着死去的村民痛苦 并且把过错都归咎在邪神的身上 可实际上明明就是他自己弄死的对方 之后还经常发生同样的事情 男主气不过就跟他争执了起来 结果他就开始拒绝剧情推进 为了哄好他男主活生生花费了三个小时 想到这里男主就是一肚子活 不过在通关的那一刻 他狠狠地抱揍了女主一顿 抱揍对方的一瞬间 感觉一切都变得无比的美好 仿佛玩这么久游戏就是为了这一刻 份作妖精的后劲实在太大 让他想不到下一部游戏应该玩什么 店员小姐姐思考了一下问道 偶尔玩玩份作以外的游戏怎么样 这款注册人数3000万的完全沉浸式VR游戏 香格里拉编辑 说着的同时 店员向一旁的小灵使了实眼色 男主看着这部神作陷入了沉思 或许偶尔尝试一下这种神作也不错 回到家中 男主拿出了刚买来的香格里拉 该作发售于去年春季 被某世界记录认定为同时在线玩家最多的游戏 随后男主戴上了VR眼镜 输入刚刚注册的账号密码 进入了游戏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创建新角色的界面 这里的职业数量非常多 看得男主眼花缭乱 他认真地思考了起来 职业和出身都会影响成长属性 既然如此 他便决定选择操作上线最高的双刀流佣兵 而出身 他决定选择流浪汉 虽然防御很难提升 但是能得到幸运加成 在这部游戏里 暴击和掉落率似乎都会受幸运值影响 接下来便是捏脸 人种和体型都可以选择 就连饰品都可以在一开始就选择 长期受到奋作影响的男主 看到如此自由的捏脸 已经是感动得不行 几分钟后 男主终于时隔一久地认真地捏了一次脸 下一秒 映入眼帘的居然是一个裸体的鸟人 这审美实在是有点难以欣赏 虽然看上去很奇怪 但实际上这是男主深思熟虑的 比起防具来说 他更喜欢先准备优秀的武器 为此他自然是需要钱 而在香格里拉中 捏脸的时候居然可以出售初始装备 而且钱还不少 结果自然而然变成了这样 绝对不是男主喜欢扮演变态 设定完全部后 男主正式进入了游戏 他的出身地是一处森林 原来这跟他的出身有关 身为流浪汉的男主 初始出身地会随机设定为 新手区域以外的某处 既然如此 男主决定一边朝着新手村方向走 一边在路上探索一下 正当他思考的时候 树上跳下来一只哥布林 来了个不讲武德的偷袭 没想到刚登陆就遇到了怪物 既然如此 就让他来试试这个游戏的战斗体验 究竟是什么感觉吧 下一秒 哥布林小怪冲了上来 对着男主就是一顿乱砸 然而他的攻击却无法击中男主的一分一毫 反手就是一剑 狠狠地斩在了他的身上 随后哥布林的身体慢慢消散 化成了一堆数据 男主也因此从一级升到二级 而他也获得了第一个战力品 哥布林首辅 在香格里拉中 有着武器耐久度的设定 一旦耐久归零 装备就会被破坏并无法使用 这个设定未免有点像塞尔达传说 所以掉落的武器都应该收集起来使用 经过了第一场战斗后 男主不禁感叹 这游戏的体感还真是厉害 基本上可以和现实一样行动 怪物的弱点与行动模式 掉落道具的概率 他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挺多的 不管是在玩粪作还是在玩神作 都会由人而生这种感觉 闯入新世界时的这份高昂的感情 在现实里可是难以体会的 男主决定在不忘享受的同时尽情地去闯荡 直接将大树整个斩断 看到这一幕的男主有些后怕 要是这一击砍在自己身上肯定立马打了 可斩出如此恐怖一击的怪格 竟然只是一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小兔子 但他却有一个非常害人的名字 致命兔 下一秒 致命兔冲上前来 刀刃被男主的刀刃挡下 电光火时间 男主利用另一把刀向着对方砍去 却被致命兔利用身法在空中急速地转了个圈 躲过了这次攻击 剑撞 男主立马再次冲了上去 两把刀刃拼在了一起 看似两人势均力敌 可就在下一秒 男主却突然笑了 被誉为神作的香格里拉难道就这点程度吗 之所以他会说这种话 是因为他的另一把刀已经刺入了对方的脖子 随着致命兔缓缓地消散 他的等级也从二级直接升到了四级 并且还获得了技能顺反 能够卸掉对方的攻击后反击 这也是在满足了一定条件后才能学习到的技能 此刻男主陷入沉思 这部游戏确实做得不错 闪避和谢招能够靠自己的技能来迷 就算有等级差距也能靠技巧应付战斗 既然如此他更想试试更多的战斗方式了 可话说回来 他玩了这么久居然还没有出现吧 真不愧是神作 和那些奋作果然不同 之前他还在担心自己能不能享受没有bug的游戏 不过现在看来完全不用担心 他十分的乐在其中 此刻在初始城镇法斯蒂亚中 一个身穿铠甲的高级玩家出现在了城镇中 他的出现瞬间引起了新手们的喧闹 这身装甲绝对是超高级装备 这样子的高手为何会来到新手村里 而此刻的男主 正在附近的森林中疯狂地刷怪 利用之前掉落的哥布林手斧 穿梭在怪圈中 很快 他的等级慢慢提升到了12级 于是他便开始分配自己的点数 男主决定将大部分的点数用在敏捷和幸运上 少量的点数点在了体力和力量 为了得到致命兔子手中的那把菜刀 他足足干掉了50只左右 掉落率大概是5% 这刀看着还挺贵重的 并且性能也比佣兵双刀要好很多 虽然他学会了很多技能 但是唯一好用的只有这个螺旋穿测 而且这边周围的怪都太弱了 让他感到很没劲 于是他决定前往下一个等级高一点的区域 他记得自己是从初始城镇开始出发的 没想到现在都快到第二城镇了 反正初始城镇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好东西 干脆直接前往第二城镇色塔第二 在他经过了许久的徒步跋涉后 他终于走出了森林 没想到一出森林 迎接他的居然是一只巨大的蟒蛇 这只蟒蛇名为贪食巨蟒 是这片区域的区域boss 推荐等级十级 并且推荐三人讨伐 而身为游戏高手的男主 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十月必看的龙奥天爽饭 在技能的优劣就是绝对的世界 只因男主所拥有的暴食技能 是个只会让肚子饿的废物技能 因此不断地遭受着欺凌 他的眼神仿佛宣示着命运的不公 他在武器废瓶里发现一把神器 只因武器竟然可以和他交流 当他第一次讨伐魔物 面对残暴的哥布林 不禁地担心起来 伴随着哥布林的袭击 大不了人死脑朝天 当他第一次击杀野外魔物 命运的此轮开始了转变 只因他所持有的技能暴食 竟可以从杀死敌人那里 夺取技能以及能力指 自此 粗刺满足保护感的男主 以这件事为契机 把敌人的一切吞噬殆尽 而暴食技能 也被称之为超越神里的禁忌制 以永无止境地变强之姿 植入敬畏之面 胆主是一名城镇的战岛兵 在技能的优劣就是绝对的世界 他所拥有的暴食技能 只会饿肚子废物技能 因此不断地遭受欺凌 他替圣骑士家族战岛 每日能得到几毛钱施舍 也只能买点面包补服 正准备捡起来时 却被狠狠地踩了一脚 即便如此 他也不敢吭声 在这个神赐技能的世界 有的人天赋异禀 有的人活得不如狗 只因他们拥有神赋予的特殊能力 然而拥有废物技能的他 只能沦为他们发泄的存在 就算抱怨命运的不共 也无法改变他是弱者存在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缓缓走来 他不明白身为圣骑士 竟然对应该保护的人民 做出这种事 守卫城门是圣骑士荣誉的工作 然而他们不仅雇佣男主战狗 甚至做出这种侮辱职业的举动 三人眼看自己的乐趣被破坏 也就此放过了男主 不知女主这次帮忙 似乎被记恨上了 圣骑士也有好坏之分 眼前的女主正是属于 人美心善的那种 她也是过来和男主换岗 表示如果还是受到他们欺负 一定要告诉她 男主很感动 但也不想连累她 对她道谢后就此离开 来到酒馆 看着男主伤痕累累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被欺负了 再这样下去 可能会走上前任守卫一样的道路 被他们三人霸凌加上重度劳动 最后活活的累死 再回去的路上 她也明白店长所说的话 自己拥有的是垃圾技能也毫无办法 可以的话 她也想生来就天赋一本 不奢望成为圣骑士的存在 只是能当个猎人或伤人也好 可惜这是绝对无法颠覆的事实 一无所有的人永远都是书家 就在这时 余光看到似乎有三个人影翻进城墙 难道是盗贼吗 要尽快通知罗奇希才行 很快来到城门 表示她遇到了三位盗贼 于是让男主代替她固守一下 自己则前往讨伐盗贼 很快就传来了一阵阵的打破声 黑暗中冲出来一位断臂盗贼 男主呆住了 凭她的实力根本就不是对手 准备逃跑时 回想起罗奇希让她固守这里的话 要是逃走的话 可能会给她带来麻烦 于是下定决心 利用手中的长枪阻挡盗贼的前进 对方身受重伤 行动肯定不变 就算弱小的她一定也能阻止 狠狠地将长枪砸了过去 伴随着盗贼的死亡 脑海中浮现出一道声音 还不等她疑惑 罗奇希担心男主安危连忙跑过来 男主没想到刚刚获得的技能 竟然可以听到对方的心声 罗奇希打算把这件事上报给上面 但男主却说把功劳都让给他 如果三个圣骑士得知他击杀了盗贼 可能会收到他们的针对 既然如此 罗奇希询问男主要不要来他的家族工作 再不为家族做到过劳死 还不如来他的家族 也不用担心他们找麻烦 你的未来是属于你自己决定的 男主沉思一会 与其被那些家伙使唤的绝望未来 还不如在罗奇希底下工作美好 于是就答应他的请求 随后回到家里 发现自己的能力值竟然变成三位数 就连技能栏都多出鉴定和毒心术两个技能 难道是那时候的声音吗 既然有这样的能力值 说不定也能打倒魔物 第二天一早 男主来到武器店 他工作五年也仅仅存下了两枚硬币 只能购买一旁的破铜烂体 虽然比较垂 总比手无寸铁好 当他拿起来发动鉴定时 没想到是真的垃圾 耐久性和强度都是零 连续鉴定几把都是一样的结果 拿起里面一把黑色武器 浑身脏兮兮的 就和他的人生一样 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男主吓了一跳 剑居然说话了 当他发动鉴定术 这把单手剑名为革里 男主不是很明白 留下两枚银币后就离开了店铺 一个人来到了城外 打算试试武器的威力 没想到身后突然出现一只哥布林 朝他起来 惊慌失措的男主随手一击 直接将其斩杀 伴随着暴食技能的发动 累积能力值 获得技能追求力气强化 不等他研究暴食技能 一群哥布林突然出现 正所谓 现一哥布林 勿望时有百 哥布林出现往往都是成群结队 面对众多残暴的哥布林袭击 男主双目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以他现在的能力值来说还可以应付 如果就此退缩 那么可能一辈子都只能成为弱者 当他开始击杀哥布林后 暴食技能不断地发动 能力值的提升 使得他对付哥布林变得游刃有名 回过神来时 上百只哥布林仅仅被他一人全部斩杀 而他的能力值也突破了四位数 肚子似乎也不会再饿 这也是他得到技能以来第一次感觉到饱负 格里德告诉他 这就是暴食技能的特质 正常人战斗击杀魔物 会随着能力值跟经验值增加 暴食技能虽然能夺走能力值和技能 相对的就无法得到经验值的恩惠 所以等级会一直都是一级 男主好奇为什么他会那么了解 给到的答案确实 我和你是同类 暴食技能是颠覆神之法则的技能 千万不能暴露你技能的存在 随后男主收集哥布林的耳朵 38只哥布林换取了三枚硬币八十枚铜币 短短一天比他打工五年的钱还多 这时男主突然被撞到 一个男人恶狠狠地看着他 当身后的小女孩触碰到男主身体 一道心声传入他的脑海 请救救我 男主看向小女孩乱了一下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当他使用坚定术看向男人 只显示了能力值技能缺被隐藏起来 虽然他不是多管闲事的人 但面对小女孩的求救 他不能视而不见 在一个阴暗的仓库 男人绑他的理由 是打算献给圣骑士当玩具 这绝对是今年十月必看的霸权神灾 龙氏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魔之血 为了生存人类中诞生出了猎龙人这一旨意 而拉格纳则是猎龙人中最为弱小的存在 可是在十年后 他却成为了令全世界都文宗丧感的名色死神 但是变强的代价却是失去所有的武汉 成为了世界最强的他为了改变这一历史 竟然利用时间之力穿越到了过去 将本应该十年后才现实的银色死神之力 送到曾经自己的手上 来改变这绝望的未来 因此 比原来的历史提早了十年的银色死神登场 但是未来也因为这份力量的出现而遭到改变 龙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魔之血祖 贤无阳光和银制品 人类的天敌与捕食者 在不远的未来 一个银色头发的男人 被世人称为银色死神 仅用一击就秒杀了上位巨龙 他似乎在追求着什么一般 不断地追求更为强大的力量 猛然间 在少女乐欧的提醒中 拉格纳回过神来 此刻的他在与龙的战斗中分神 被龙用尾巴击飞 龙贪婪地张开血盆大口 肆无忌惮地冲向了弱小无力的拉格纳 就在这时 身边的少女冲了上来 紧紧一击 就轻松将巨龙秒杀 他温柔地对拉格纳说道 不能不穿战斗服就去战斗 要像自己一样 拉格纳对其表示感谢 但是女孩却说不应该这样 被他夸奖的时候应该摸摸他的头 这才是伙伴之间应该的交流方式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两种方法能杀掉龙 用银制的武器中的银器 可以让龙的血液冻结 或者是用银剑将其砍成两半 再使其暴露在阳光下 在这之后就可以得到报酬 所谓的猎龙人 就是这样的一种职业 在结束了任务之后 拉格纳和勒欧回到了城市中 当勒欧走在街道上时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他被众人称为神童勒欧 凭借一人之力 就能干掉30甚至是50只巨龙 相比于勒欧 拉格纳走在他的身边 就显得平平无奇 勒欧的实力很强 被誉为猎龙的天才 被迎见所爱的少女 现在的他仅仅12岁 在那之后一定会变得更强 结束任务后 两人来到酒馆 拉格纳用相机 记录着勒欧吃面包的场景 能够将对方的成长记录下来 是拉格纳人生的一大乐视 可这一幕却遭到了一旁的男人的嫌弃 整天只会躲在神童的身边 他是讨伐龙数量排名第二的人 虽然身为第一的勒欧 完全没有听说过他 但他还是来到了拉格纳的面前嘲讽到 像拉格纳这样的家伙 明明只有一般水平 却能成为神童的搭档 他难道不知道 自己再给对方拖后腿吗 正确来说应该称其为累赘才对 都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在神童的身边 才会发生各种各样不幸的事情 这个被诅咒的混蛋 可说到这里 乐欧已经听不下去了 手中举起银剑 带着杀气狠狠地指向第二名 拥有银剑到底要追求什么 是财富 意或者是地位 荣誉 这些他都不需要 他只想成为最强大的猎龙人 当他第一次握住银剑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个决心 因为龙是所有生物中最强大的 所以他才成为了猎龙人 不断地狩猎龙 甚至想要消灭掉不知在何处的龙神 随后他举起银剑向着四周呐喊 他乐欧妮卡 要成为被认可的最强存在 有谁想要和自己一同前进 跟他一同走向不断沐浴龙穴中的人生 全场没有一人敢回应他 只有拉格纳一人默默地举起了手 他会追随乐欧 直到他放弃为止 乐欧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这也正是他喜欢拉格纳的原因 在支付了大闹酒馆的赔偿金后 他带着拉格纳回到了家中 时间到了晚上 等乐欧睡着后 拉格纳默默地起来 来到外面不停地练剑 这是他每天都必做的事情 而他之所以日复一日地练剑 只是为了想要留在乐欧的身边 他并没有猎龙人的才能 就算付出一生的努力 也达不到乐欧一开始的程度 但就算如此他也无所谓 哪怕能帮到乐欧一边 他也愿意为此去死 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的男人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告诉他这个理想是无法实现的 他将会失去乐欧 下一秒 一幅惨烈的画面闯入他的脑中 映入眼帘的是地狱一般的场景 在危机之际 乐欧将拉格纳撞飞 自己却被一道道血刺贯穿 活活地葬身在了拉格纳的面前 失去了乐欧的拉格纳抱头痛哭 下一秒 满面泪水的拉格纳从梦中惊醒 原来刚刚的都是梦 但是这个梦却异常的真实 仿佛即将发生的事情一般 神秘的男人丢下了一句话 没有时间了 随后便消失在了原地 在那之后 拉格纳常常会梦见那幅地狱般的场面 这难道真的是梦吗 拉格纳并没有这么认为 而且那个神秘的男人究竟是谁 是幻觉或是幽灵 给人的感觉特别的奇怪 乐欧也注意到了拉格纳低落的情绪 看见拉格纳没精神的眼神和擦破的手掌 他明白拉格纳在这几天比以往更加的努力了 他询问拉格纳究竟为何变得如此胶着 拉格纳低头询问乐欧 自己究竟能帮上对方什么忙 除了照顾他的日常起居外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看出了拉格纳忧虑 乐欧握住了他的手 从他第一次看到拉格纳的时候 他就已经注意到 虽然别人都说他是被诅咒的孩子并且欺负他 可只有乐欧注意到 在那里被欺负的那个人 难道不是跟自己一样强大的存在吗 虽然他现在并没有作为猎龙者的才能 但是他有一种预感 自己会让他变得很强 至于是什么时候或是什么契机 他并不清楚 但他一直都期待着 期待着拉格纳变强的那一天 所以现在的他不需要着急 在他变强之前他都会保护着拉格纳 在乐欧说的那句话 他现在还记忆忧心 因为弱小才面临死亡 只要变得比龙还要强 那就不会死 而后来乐欧也向拉格纳证明了自己的强大 在乐欧的面前 龙根本就像带宰的羔羊一般 被其随意抹杀 而就是如此强大的乐欧 拉格纳完全想象不到他会比自己先死的场面 在与乐欧经历了种种后 他不再觉得自己是被诅咒的人 现在的他只想陪在乐欧的身边 除此之外什么都不需要 也不渴望 正因如此 那幅地狱的场景每晚都会闯入他的梦境 将他惊醒 他害怕这个梦境会成为现实 直到时间来到了2月27日 一个消息令所有的猎龙人都震惊了 被誉为不需要猎龙人守护的城市 门纳皮埃鲁居然在一晚上被毁灭了 国家发出了紧急停工的指令 让所有的猎龙人去讨伐门内皮埃鲁的龙群 当然乐欧也会前往 可听到这一消息的拉格纳却脸色大变 他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乐欧 还是快逃走为好 因为那个城市便是他梦中的城市 要是去的话 会死 可就在这时 城外的巨响打断了拉格纳的话 乐欧迅速跑到楼顶向外望去 此时的城市已经陷入了混乱 龙族已经入侵了他们的城市 从火焰中走出一个怪异的人性生物 只见他身上的血液突然化为利人 瞬间就将眼前的士兵秒杀 随后他的血液化为火焰 从火焰中慢慢地走出了树枝巨龙 压迫感十足 而他也向着人类打起了招呼 好久不见 接下来他将会屠戮世界 等第二名赶到现场的时候 他终于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通常的龙只有和野兽一般的智慧 但也有少数拥有高等智慧的龙 会人类的语言 那种个体被称为中等龙 然而眼前的龙却拥有着人类的智慧 而且形体也和人类无差别 这对于猎龙人来说是碰见就必死的存在 高等龙 而就在这时 阿格纳已经冲向了这只高等龙 因为他已经认出了对方 就是他在梦中干掉了乐欧 如果能将他淡掉的话 就可以防止乐欧死去 可就在他的剑即将砍中对方脖子的瞬间 对方的身后瞬间释放出一股剧烈的火焰 将拉格纳轰飞 坠入河底 乐欧见此情景直接怒了 将拉格纳托付给第二名后走向了龙群 顺怒的乐欧来到了上位龙的面前 他要让对方为伤害拉格纳付出代价 另一边 拉格纳正慢慢地坠入河底 就在这时 未来的场景逐渐出现在他的脑中 失去了乐欧的他 开始了鲁莽的复仇 为了杀光所有的龙 不断地战斗 不断地变强 将自己磨练到极致 在战斗中他获得了新的伙伴 但是还是会再次逝去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要继续战斗 超越极限并变得更强 而拉格纳也终于认出了 一直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那个男人 居然是来自未来的自己 未来的拉格纳绝对不会原谅过去的自己 竟然把一个小女孩当作英雄来崇拜 如果他真的有那么重要的话 自己就应该变得比所有人都强然 并且守护的东西却都已经失去了 变得这么强大又有什么意义呢 听到这里 拉格纳默默地起身 既然如此 就将力量都给他吧 现在的他 万分需要这股力量 而未来的拉格纳也正是这么想的 他将手中的银剑插入了拉格纳的胸膛 将这些年所有的不甘 都注入到了拉格纳的心中 在这一瞬间 过去与未来建立连接 现在的拉格纳将接受 未来的拉格纳所有的强大 虽然这么做是需要代价的 但是他不在乎 未来的拉格纳将一切都托付给了曾经的自己 将这个不甘的未来彻底粉碎 与此同时 勒欧与上卫龙正在对峙 上卫龙的实力与以往的敌人截然不同 就连神童勒欧也陷入了下风 这只上卫龙的名字为格里姆威尔特 位于一只血族地势未接 是他们口中所说的上等龙中最低等的存在 而他也告诉了勒欧龙族入侵城市的原因 据说龙族所崇拜的伟大之龙神 十分喜爱人类上贡的甜品 特别是唐纳皮埃尔的那家蛋糕店 备受龙神喜爱 但是在几日前那家店居然被强盗喜结了 知道这件事的龙神异常愤怒 决定消灭整个国家 而这便是他们的理由 人类国家的存亡只在龙神的一面之间 在龙族的眼中人类就是如此的渺小 正当尚未龙准备给勒欧最后一击的时候 他突然愣住了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转眼间 周围的巨龙都已经被那股力量消灭 龙群中 一个浑身散发着恐怖气场的男人缓缓地走出 他将手伸向了向他冲来的巨龙 刹那间 眼前的巨龙瞬间就被冻结 破碎 曾经决心要灭亡龙族的拉格纳 曾不管不顾地开始挑战 几度面临死亡 却每次都能奇迹般地存活下来 然后又继续开始他的挑战 就这样不断地在失败中积累经验 不断地战斗 在持续了十年的战斗后 不知不觉中营剑已经成为了拉格纳的一部分 他的手也和银剑彻底融合 但是他并没有在意这些事情 无视身体带来的痛苦继续战斗 五年之后他的身体和银剑完全融合 肉体成为了释放银器的武器 在那之后三年 悟出了增加体内银器的术法 四年 掌握了自由操纵银器的术法 之后的十年 拉格纳终于掌握了最强的战术 灭龙的纠结奥义 银器战法 带着这无敌的气场 拉格纳缓地走到了上尉龙的面前 看见眼前恐怖的男人 尚未龙吓得不敢动态 对方身上的气息 就像是血族的领导者 被神赐予了王之称号的龙神 带来的感觉一模一样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区区人类而已 凭什么让自己如此畏惧 下一秒 尚未龙化身为血魔真正的形态 想要以此来面对 眼前恐怖如丝的拉格纳 可拉格纳只是简单地 从嘴里吐出两个字 差那间 眼前的巨龙瞬间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冰雕 随着拉格纳的一声令响 城内所有的巨龙彻底粉碎 化为空气中的尘埃 就在这时 乐欧开心地奔向了拉格纳 可拥有了未来记忆的拉格纳 看到这一场景后彻底绷不住 未来的自己是多么的悔恨 能够像现在这样和乐欧再一次拥抱 是他此生最后的愿望 在乐欧的怀抱中 拉格纳大声地哭泣着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遥远未来的某个人数十年的私逆 终于得到了释放 在于乐欧的拥抱中 未来的拉格纳站立着 慢慢地失去了意识 身边的女人曾经和她说 将力量传输到过去是要受到代价的 可话虽如此 此刻她的表情却是如此的安详 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女人还是第一次看见她没有皱眉的表情 而之后事情的发展就取决于她们的过去 她期待着过去的她们二人 将所有的龙都斩杀殆尽的那一天 这一天 雷泽的七个城市受到了袭击 包括王城在内共有六个城市毁灭 同时也是龙的死神诞生之日 比原来的历史提早了十年的死神登场 到底能否改变未来呢 这是十月最值得一看的温馨番 男主在森林里捡到一个女儿 可没想到十几年过后 女儿在都市成为了最高级别的S级猎人 但她却一心要回老家 因为想回去找老爸撒娇 是位名副其实的父侯 女儿甚至还想帮老爸物色老婆 简直就是个大笑女 其实男主比自己的女儿更加强大 但由于他刚当冒险者时 就遇到魔王级别的怪物 腿都被打断了 导致男主以为自己很弱 在那之后 男主就回到村里生活 今天的她和往常一样 帮助凯婆婆去山上采草药 然而就在她采草药时 突然听到婴儿的哭声 但在这种山里面怎么可能会有婴儿呢 难道是妖精制造的换火 男主警惕地向前查看 结果真的是一个婴儿 虽然搞不懂为什么出现在深山里 但哭这么大声会引来野兽的 男主只好抱在怀里哄她 可没想到两人四目相对后 婴儿就停止了哭泣 看到摇篮里有驱魔的干草 看来不是被恶意抛弃的 一番考虑后 男主决定收养她 并帮她取名为安吉林 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12年 安吉长大了 男主将自己的剑术传授给她 虽然安吉的天赋很高 但她太容易被显而易见的破绽引诱了 男主教导她要仔细盯着对手的动作 要加准确的预判 不知道安吉有没有听进去 但她开始了耍小脾气 开始了撒娇 奈何男主心软的像棉花糖一样 无法拒绝她的可爱请求 任由她疯狂磨蹭自己的胡须 还有安吉很喜欢老爸身上的味道 时间来到晚上 两人吃饱饭后 安吉今天想要替老爸洗碗 因为他明天就要离开去大都市了 说的也是 那就请你帮我洗吧 男主说完后静静地坐在火堆前 脸上写满了对女儿的不舍 他没想到女儿和他一样选择当冒险者 也在这时 洗碗碗的安吉又来撒娇 父亲 已经结束了 好 太好了 手就损了 请你 我努力 一人也努力 成为弱者的立派的防御者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在临走前 男主叮嘱安吉 冒险者只有活着才能有作为 千万不能勉强自己 这一别就是五年 安吉已经成为一名冒险者 他的队友分别是弓箭手安妮莎 和魔法使米利亚姆 三人正在讨伐飞龙 在他们的默契配合下 不到两秒半 就干掉强大的飞龙 此时此刻的安吉兴奋不已 但这种喜悦不是来自别人的赞美 而是他终于有假期回去见老爸 由于安吉最近整天都在聊老爸 同伴很好奇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老爸是个非常温柔 非常强大以及帅气 是我的骄傲 安吉的话里透着无比的自豪 同伴看得出来 他真的很喜欢自己的老爸 还有安吉的建树和冒险者心得 都是跟老爸学的 而且安吉从来没有打中过他一下 文廷此言的同伴惊讶不已 原来安吉的老爸这么厉害的 然而就在这时 工会的会长来到这里 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果然不出所料 会长让他们加班 已经请好家的安吉当然不干 直到他听到出现了死者 文廷此言的安吉 露出想到一个人的眼神 毕竟他有颗善良的心 最终还是答应了 只能说这些魔物倒霉了 这一道来自打工人的愤怒 都发泄了在里面 另一边 此时此刻的男主翘首以盼 他等待着女儿回家的那一刻 殊不知等来的是一封信 他脸上写满了失落 但临时接到了委托也没办法 这也太快了 会长想不到安吉 竟然完成了这么多委托 这也说明安吉很想早点回家 过了一段时间后 安吉终于踏上回家的旅程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出意外了 突然听到了惨叫声 原来是一群山贼在胡作非为 虽然安吉很想快点回到家 但他做不到见死不久 于是在愤怒的加持下 安吉用最快的速度干掉他们 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安吉救下的女孩 竟是波尔多伯爵的千金色莲 但这种大任务护卫 应该更多才对啊 原来色莲突然收到 父亲病危的通知 于是只带了身边的人 快马加鞭赶回去了 得知他是为了父亲 身为父控的安吉 更加做不到袖手旁观 于是他下定决心 必须要让色莲见到病危的爸爸 就这样 安吉只好先送色莲回城里 虽然对不起老爸 但下一次我一定会回去的 而得知情况的男主能理解女儿 他还真努力啊 然而就在男主赞叹时 村里的孩子来这里 原来他们跟男主学习采集草药 随后大家来到山里 男主让他们打起十二分精神 毕竟这里随时都有可能 遇上野兽和魔兽 似曾相识的场景 男主不禁回想起 以前经常和安吉一起来这里 不管教什么 他一次就能学会 总感觉那不只是因为 小孩的学习能力强 难怪他能当上S级冒险者 说起冒险者 男主想起自己当上冒险者 没多久就掉队了 还失去一条腿 然而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尖叫声 原来遇到了魔兽 结果被男主一招就秒了 男主果然很厉害 不过有些狼狈 与此同时 回到城里的安吉 安吉又被安排了新任务 果然回家的道路 充满了曲折跌宕 再这样下去 安吉肯定会疯的 同伴赶紧带他去吃一顿好的 果然美食能治愈一切 安吉也不例外 虽然上次回不去 但当时救的是 波尔多伯爵的女儿 安妮莎认为 能攀上大贵族太厉害了 而安吉对这种事没有兴趣 不过色怜能见到爸爸 真是太好了 随后三人聊起了家人 安妮莎和米利亚姆 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这些是安吉 还是第一次听说 毕竟三人从来没聊过绅士 平时聊的都是 魔兽和冒险者的事 故事的最后 由于回不去 安吉只能通过写信 来表达自己 对家人的思念之情 是老爸 我总是抽不出时间回去 真对不起 升上来斯基后 我第一次跟人组队了 跟同伴一起战斗 起初我有点不知所措 但现在我觉得 他们非常可靠 其中安妮莎是年龄最大的 她做事非常认真 她攻速高超百发百重 而米利亚姆比我大一岁 是擅长雷魔法的魔法师 她明明个头比我还 但欧派却很大 十月的纯爱番 也是有够奇葩的 女主是黑道世家的千金小姐 为了享受普通人的生活 她只好来到外地城市读高中 可身为帮派首领的男主 放心不下 于是她假扮成高中生 跟着来上学充当保镖 主要就是避免有男生 对她图谋不轨 结果却变成给全班人 强行喂狗粮 女主鸣叫一笑 从小父母双亡没钱没房 十年前被黑道组织的首领 带回去收养成了孙女 从此改姓叫做赖明衡 至于男主是老头的 心腹兼现任首领 硬要说的话 差不多等同于女主的父亲 回归现状 一听她成功考入了理想的高中 男主宇腾激动地给她举高高 在这家庭里共处了十年 女主在她看来 依旧是小孩一般的存在 但一笑对她有意思 很不想保持现状 奈何宇腾看不出来 以为是纠结血缘关系 此时老头很纳闷 为何要挑距离 本地上百公里外的高中 而女主坚定声明 要享受正常人的生活 和黑道的人待在一起 绝对找不到朋友 另外她主要想谈个普通的恋爱 只因她内心清楚 暗恋黑道的人 是没有光明未来的 画面一转 女主已经来到学校 参加完入学典礼 来到班级刚尝试 融入团体 却被经过的男生撞倒 在即将出阳相时 忽然出现一只 结实有力的胳膊将她护住 这一刻她小鹿乱撞 还以为桃花韵将 临到自己身上 使用友好的方式 问候了一下校长 26岁的她通过走后门 成为高一学生 这一突发变故 让女主彻底怀疑人生 但她依然细皮笑脸的 表示很担心女主的安全 毕竟可是老头唯一的孙女 而且学校里 还存在着更多危险因素 那便是思想不干净的男生 在她看来 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为了守住一校的身体 她必须那么做 而且已经从老头那里 获得许可 所以说女主反对无效 好家伙 这是恨不得让她一辈子单身 后续进入一段回忆沙 读小学的时候 就因为她是黑道家的孩子 从此女主被学校 全体成员孤立 担心会惹祸上身 就不敢和她交朋友 为此想要过上正常生活 在外绝不能和她们有半点联系 即使是男主也不行 画面一转来到教室 由于儿时留下的阴影 导致她患有社口 如今不知该怎么 跟同学交流打好基础 而更大的麻烦 是男主总连在身边 一听有人夸女主长得很可爱 她就直接扯淡 回应之间是青梅竹马关系 还将双手放在男生的肩膀上 施加压迫 介绍姓名 以及今年是16岁 擅长对人进行拷问 男生都以为她在开玩笑 结果她却拿着圆珠笔 想让两人亲身体验一下 引起这一番骚乱 使得她跟男主都被当成怪人 现在她只想逃离地球 第一杰克老师开始筛选班长的位置 而大多人嫌麻烦一直没有举手 女主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 成为班长也就能和他们 有更多的交流 只是太难为情不敢自荐 男主察言观色 果断推荐自己和他来当班长 然而得到这样的结果 比杀了她还难受 很快老师发布一项工作 从班级里挑出该次球赛大会的选手 紧接着班里掀起一片嘈杂的议论声 费心费力的活动谁也不想参加 女主想要维持秩序 却根本做不到 关键时刻还得她亲自出马 要知道能统领整个组织的能力 可不是盖的 配合精湛的演技与口才 不到半小时就把整件事 安排得明明白白 并且大幅提高在 全班人心中的好感度 而女主已经放弃思考 全程没有一点存在感 后面她赖床开始自暴自弃 连个26岁的大叔 都比不过让她非常绝望 雅莎西的男主健壮 自然会跟着担心 接着对她进行一番开导 朋友不是必须要有的东西 不用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 开心地度过每一天 才是最重要的 随即突然从背后抱住一起躺下 女主感觉她一直都在小看自己 不管怎么成长在她眼中 永远都是个小孩子 由于从来没打过排球 后面女主只好找手下们 帮忙练习一下 可白毛只是将球 轻轻地拍到女主肩膀上 老父亲健壮愤怒的一脚 把她踹上天 又按在地面使劲摩擦 命令她温柔一点 随即男主推荐自己来与她交手 可她讨厌对手 会放整个太平洋的水 另外她想要重新振作起来 所以必须要按照常规的才行 经过一整天的磨练 她手上留下许多痕迹 而这小小的细节 反而成为吸引同学们的关键点 看得出女主为了获胜相当努力 正因如此 功夫不负有心愿 在比赛当天 作为新手的女主表现得极好 察觉到宇腾寂寞的背影 她一下就能猜到 是要去没人的地方抽象象 接着化身 气管炎跟上去 对她这种做法进行批评 转眼间女主的队伍已经打进了总决赛 可在一次接球的时候 她的手指不小心摔上 剧烈的疼痛影响她正常发挥 眼看着就剩下最后一分 女主只能咬着牙坚持下去 很快排球向着她迎面飞来 在右手负伤的情况下 她只能用脚去踢 因为我也不懂排球规则 有没有懂的人能说一下 这算不算犯规 最终女主一脚踢出了一个冠军 经此一战她顺利收获许多迷媚 然而在旁边观战的男主 早看出她不对劲 紧接着把她整个人扛走 送去宝剑室 女主期待的问到 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结果她却睁眼说瞎话 毫无感情的夸赞非常棒 不过男主还是表明 想到女主就算没自己帮忙 也能过得很好就感到寂寞 最后又换成了女主安慰并鼓励她 尽管外表是个成熟的大人 可有时候内在却像个小孩子 女主感觉这一点很可爱 就像一条中心的拉布拉多 这将是今年动漫界最炸烈的单机动画 也注定会是Fate系列 有史以来逼格最高的衍生作品 十四位狱主 二十位英灵 仇接的毕书 完全体的闪闪 不要钱一般的宝具对护 足以让历代所有的圣杯战争 都黯然失色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 史上最强的圣杯战争 其故事发展却并不在老农家日本 而是来到了美国一座 岌岌无名的小镇 美国由于历史短浅 本该不存在能蕴藏魔力的灵脉 然而就在这座小镇的沙漠地带 一个男人已经画好了法阵 并念诵起召唤英灵的咒译 只见一道彩光飞驳 一个身穿金甲红袍的男人出现在他眼前 正是前几届的战力天花板金闪闪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王 召唤出他就相当于已经明了一半 然而男人还没来得及高兴 却发现自己的右手突然被人砍乱 紧接着一位身穿礼服的少女出现在他身后 少女名为蒂尼切尔克 不同于两百年前移民到这的美国人 她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 而她之所以夺取男人的令州 是希望能借助金闪闪的力量 将践踏这片土地的外族人全部赶紧 然而众所周知 金闪闪对所谓的圣杯战争从来都是无所短 尽管蒂尼态度十分诚恳 但她还是拿出了返老环童的灵药 准备变成六年形态百万 然而就在她即将服下灵药的瞬间 却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就在沙漠的另一边 一个来自魔术协会的老灯和她的弟子正在监视着一起 几天前她收到石中塔的消息 说在美国血缘是出现了庞大的魔女 很可能是圣杯战争的前兆 老灯虽然不信 但还是带着青传弟子进行了勘测 一般来说一场圣杯战争只会出现七个狱主 分别召唤出七位英灵进行厮杀 活到最后的人便有像圣杯许愿的机会 然而目前除今闪闪之外 最强的Saber直接却始终没有现身 老灯正感到奇怪 弟子法尔迪乌斯却在身后发出了怪笑 老灯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原本熟悉的弟子此刻变得无比陌生 他正要起身质问是怎么回事 法尔迪乌斯却冲他张开了双手 老灯以为他要使用魔法 急忙做出了防御架势 然而他忘了自己正身处美国 这里的人从不屑使用魔法 他们更钟爱的是加特里 在精湛的美式聚合下 老灯的魔术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而法尔迪乌斯被刺的原因也很简单 他正是这次圣杯战争的发起人 企图在美国土地上复制日本的圣杯系统 虽然由于烈化只能召唤出出Saber以外的六个职舰 但好在他已经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支持 其中便有血缘式的警察局长奥兰多里维 早在几天前他便加入战场成为了狱主 并召唤了法国的近代作家大众马作为自己的从者 和历史上儒雅随和的形象不同 成为英灵后的大众马留着一头犀利的短大 举手投足之间净显流氓气质 虽然本人并没有攻击力 但得益于他生前的作品《三部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 使他拥有了能强化普通人的能力 这种强化甚至能达到防具机遇 搭配警局内的28人警卫队 已然是这次圣杯战争中不可撼动的一股力量 而当法尔迪乌斯被刺的消息传开后 远在英国的时钟塔顿时炸开了锅 其中最激动的莫过于维博的学生弗拉特 由于维博本人就在Fate Zero中参战了 这让弗拉特对传说中的圣杯更感兴趣 经过不断的软磨硬炮 最终从维博纳得到了一把作为圣衣物的行动 原本维博只想用这个敷衍一下 却没想到弗拉特运气爆炮 直接以这把刀为契机 召唤出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开堂手杰克 不同于Fate和Fate Zero中的魔力形象 这边的杰克不仅是狂战士直接 甚至连容貌形象都能自由变化 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魔术师来到雪原室 伪阵营中最后的两个超规模战力也即将出现 先前金闪闪感受到的那股熟悉的气息 正是源于他在神代的智友恩奇都 恩奇都性别不明 能力不明 最早是诸神为了将金闪闪带回神界所制造的兵器 与天之歇所对立的天之所 但在和金闪闪对决后 实力相近的两人却最终成为了朋友 而他在被照办的瞬间就感受到了金闪闪的气息 两个跨越数千年的智友隔空相望 金闪闪也无比兴奋 他直接抛下了灵量 转而拿出了那把能打开王之财宝的钥匙 他要拿出自己最得意的宝具 来招待这位千年未见的智友 金闪闪一个月不冲向天空 眨眼便来到了恩奇都所在的地方 恩奇都认出了天上的好友 对他抱与微笑 而金闪闪则举起了那把乖离剑 相传乖离剑是开天批地时的神造兵装 和盘古的斧头位于同列 只需一击就能将对手所处的世界分崩离析 而恩奇都看到只是淡然的回忆微笑 同样用出了自己的宝具 两股巨大的力量碰撞在一起 地球顶上炸开了一朵小小的蘑菇鱼 不愧是号称秘密进行的圣杯战争 真的是十分和平 而金闪闪还不过瘾 他直接飞向空中 一次性打开了数以万计的王之财宝 金色的天幕在身后展开 锦齐中八十座就曾打穿过十二条命的毕书 可对小恩来说不过是场大型烟花秀 然而就在两人进入佳境时 小恩却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感受到了一种死亡的威胁 并不来自金闪闪 而是来自于战场之外 正是伪阵营的最强战力 真名为天启四骑士中的死亡 作为在圣经中出现的神灵集从者 他的狱主却是个躺在床上的植物人女孩 女孩名叫乔秋春 从小被父母在身体里植入各种细菌用物提高魔力 父母原本计划用秦始皇的圣语 在这场大战中召唤Rider秦始皇 作为抗衡金闪闪的手段 但可能是他们畜生的行为招来了暴力 女儿乔秋春反倒抢先一步成为了狱主 并在梦境中以一并为媒介召唤出了死期 至此除了阿撒醒以外的五位英灵全部出现 如果只是这样还达不到圣杯现身的条件 然而当阿撒醒被召唤的瞬间 血缘式的一处剧院内 一位来自东阳的少女召唤出了 伪圣杯战争的最后一位从者 同时也是真圣杯战争最初的从者 十月必看的后宫新翻 他一局男主就差点被凶杀了 殊不知眼前的小屁海 竟然是八大魔王之一 称号不死者的魔王 由于被六位英雄和人类的合力围攻 魔王军节节败退 打得仅剩最后一座据点 身为魔王的他未准备迎接最后的决战 但手下建议男主人一时风停漫静 只因他是最后的魔王 叛逆的女神也不希望他战死在这里 刘德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为了魔族的未来 同时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向对方复仇 决定将自己的灵魂封印并进入沉睡状态 以等待一千年后的转生 不曾想千年后 两位少女闯入他的魔王城 只因这里变成遗迹的存在 两人接到任务前来调查虚授 但到处都是残破不堪的模样 似乎像是王的坟墓 伴随着眼前出现的大门 像是一座古代魔术装置 用尽吃奶的力气都纹丝不动 于是让白毛解析上面的蚊子 自己则在周围调查和警戒 然而当他触碰一下尸把后 突然亮起一道光芒 那就这样被打开了 为了以防万一 把藏在黑丝里的手枪拿了出来 伴随着火焰亮起 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水晶 当他走近一看 以为眼前的少女是盗墓贼 毫不犹豫释放威压 打算给他小小的威慑 没想到现在的盗墓贼如此猖狂 就连魔王城的墓所都不放魔 本想着给他小小的教训 仔细一看却是一位美少女 当他睁开眼时 却好奇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小孩 男主回头一看 整个人都懵逼了 自己竟变回了十岁的模样 难道转身失败了吗 看着惊慌失措的男主 以为被吓到了 打算安抚下他的心情 面对突如其来的温柔 男主顿时脸色羞红 少女以为男主是被虚授抓来这里 因为受到惊吓记忆产生混乱 牛逼堂堂不死者魔王的他差点被凶杀 人类的身体果然雷若 不过当他看向一旁的黑丝大腿后 似乎转身成十岁小孩 好像也是不错的样子 白毛表示他名叫丽亚 今年十五岁 是一名准骑士 也询问起男主的名字 男主心想 对方似乎把他当成被虚授抓来的孩子 毕竟现在这个外表那么可爱 当下决定先了解现在这个世界的情报 表示他名叫雷欧尼斯 不知道他听到和不死者魔王名字相同时 会不会把他吓一跳 牛逼 这把男主整不会了 不过他非常好奇丽亚口中的虚授是什么 难道是一千年里又有新势力崛起了吗 另一边 黄毛名叫吉娜 路过一处地方时 身上的警报器突然发出刺耳的声音 身后似乎要出现什么 牛逼 你管意大利炮为圣剑 伴随着剧烈震动 丽亚也收到同伴的传音 遭遇了虚授 眼看震动越来越大 丽亚毫不犹豫用娇小的身躯来保护男主 生怕他受到一点点伤害 牛逼 伴随着墙壁的碎裂 巨大的虚授破墙而出 丽亚傻眼了 竟然是食人魔级别的虚授 仅凭他的实力根本无法对付眼前的虚授 子弹打在他的身上犹如刮沙一般 自此男主也不打算隐藏自己的实力 打算帮他一把 可不料衣服太长 导致狠狠地摔了一跤 幸好丽亚不知道他的魔王身份 要不然脸都丢光了 由B 虚授直接被透心凉 但这区区致命伤还是无法将其击杀 趁他还没完全恢复 吉娜表示由他殿后 让他赶紧带男主逃跑 虽然男主能够秒杀眼前的虚授 但是为了从丽亚身上搜集情报 也跟随他一路逃跑 没想到的是眼前突然掉落了一颗水晶 当他爆裂后散发大量的飞雾 瞬间形成一只飞龙及虚授 丽亚知道自己并不是他的对手 让男主赶紧逃跑 自己会帮他争取时间 不过见识了之前丽亚的战斗力 怕是连一秒都争取不了 看他人美心善 也决定暴露一点点力量 虽然事后可能会有点麻烦 牛逼半级少女就领了便当 男主也不明白 他们也仅有一面之缘 不惜牺牲性命保护自己 临死之前也不断地让他快点逃跑 让他不禁地回想起 以前他其实是一位勇者 却被自己拯救的人类所背叛 在临死之际 眼前的女人出现在他面前 将他从人类变成不死者之王 而他正是被整个世界所憎恶的 叛逆的女神 被人类所背叛的他本以为会失去一切 但叛逆的女神出现拯救了他 让他拥有了复仇的机会 看着眼前即将失去生命的丽亚 就像当时挺身而出的叛逆女神一样 伴随着周围虚受不断地出现 等着 不许可疑 做得很难 通讯 私地感情与不要 不许可疑 让你站在离开 意境内 不许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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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眼看自己的同伴死亡 身为虚瘦的他们竟然产生了恐惧 但男主怎么会让他逃走 所以一招八阶极大灭去火球 将眼前的飞龙瞬间烧成探讨 让男主有点意外的是 飞龙在灭去火球中还能留下事故 只因这是连赤龙鳞片都能烧成灰的魔法 没想到变回人类的身躯 就连魔力也仅有巅峰时期的三分之一 看着还有微弱呼吸的丽雅 身为魔王的他 人类生死与他无关 但对于拼上性命都要保护自己 也认可了他的气魄 即使他在魔法上登峰造极 也无法使用神圣魔法 作为不死者魔王的他 就以死之领域的力量 给予丽雅重生的机会 伴随着伤口的恢复 大腿也浮现出某种运气 如果当他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变成吸血鬼不知道会怎么样 会非常生气呢 还是会感到绝望呢 虽然征兆会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 但他也不想被眼前的美少女讨厌 就在这时 丽雅缓缓地睁开双眼 当他看到男主后 第一件事将他抱进胸里 幸好他没有受伤 过了两分半 才发现自己不是死了吗 怎么好像没事一样 男主撒谎表示他伤口看似很严重 其实就是擦破了点皮 自己是用神圣魔法帮他治疗好 闻听此言的丽雅傻眼了 只因他并不清楚魔法是什么东西 男主这时才意识到 他们战斗时并没有使用魔法 但却能使用含有高度魔法回路的魔道具 于是表示自己拥有治愈之力的圣剑 这时吉娜也结束战斗跑了过来 幸好他们没遇到危险 反应过来的丽雅才回想起 刚刚的飞龙虚兽消失了 男主表示自己也不太清楚 当时吓晕了 可能看到我们都死了就离开了吧 丽雅也没多想 打算先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让男主坐上自己心爱的小摩托 三人就这样朝学院回去 吉娜顺着男主的目光看了看 就在这时一座壮观的现代都市 出现在了男主的眼中 那就是为了与虚兽对抗的人类最后要塞 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圣剑石 被称为第零七战斗都市 这就是一千年后的世界